钥裤部分呢,在后面再来可能 我们的云端里面 再来后面呢,可能会牵涉到 难度当然越来越高了,不过 再来就可能跟网路有点关系的 不过这个难度可能会更高 所以我想我们再来 也许就是再回头看一下有关那个 稍微困难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那实际上用到的机会 其实还蛮大的部分就是 有关那个表单设计跟资料库之间的关联性 那比如说我去举个例子 像我们第一个问题01这个范例里面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地方 有一个会员的资料 我需要做输入动作 那当然我这边需要 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表单的话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话 当我呢,也许我把它启动起来 那这个表单也许我可以让 使用者可以做一些输入动作 那比如说这个输入里面呢 也许我在这边输入一些资料之后 也许输入了四个资料之后 那会自动产生一个所谓标准体重 那输入完标准体重之后的话 那当我按确定 它会先产生标准体重之后 再帮我自动的把资料给输入到这个部分 OK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也实际上就是 第一个牵涉到有关表单设计 第二个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把eSale当成资料库来使用 那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 假设一个人的名字 他的身高 再填入他的体重 然后再填入他的性别 大概就这几个 性别部分的话 我是用下拉清单 当然未来 你们也可以在表单里面 要做一个下拉清单 其实也非常简单 甚至可以把那个 你的栏位里面的某一个栏 全部都输入到这边来 当然没有问题 然后它自动可以加入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 它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产生标准体重 第二个自动输入 一笔记录 到我们的那个eSale里面 OK 大概这样的需求 实际上就是把eSale当资料库来用 那如果你在输入第二个人的名 假设你当然 它有个清除 如果清除掉之后 再输入好了 那按确定 那这个稍微改一下好了 比如说再下一个 按确定 你会发现又一笔 那实际上它会一直往下 那因为eSale里面 在2007以后的版本 最多它可以增加的笔数 我想应该足够了 大概104857的 100多万笔资料 所以理论上 把eSale拿来当资料库来储存资料 我想应该也不是什么太 就是说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 可能要注意 就是最多的笔数呢 只有6万多笔 65536 如果6万多笔跟100多万笔来看的话 那基本上呢 这个100多万笔来储存资料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那可是呢 我们像这个问题01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把那个放递档里面的问题01打开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要做出几个部分的练习 在做表单之前呢 可能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如何做出这个标准体重 那标准体重这边呢 有一个公式 标准体重 它的公式假如是身高的平方 再乘上那个22 再除以1万 大概这是公式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这样一个公式 做出标准体重的话 该怎么做 怎么样把那个 这边有一个公式 在以色友里面产生 那当然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 标准体重 第二个阶段 我们还分男生跟女生 如果是男生的话 必须把标准体重呢 再乘上 因为男生可以比较稍微重一点 乘上1.1 女生的话呢 是乘上1.05 才是 这个是男生的 这个是女生的标准体重 那男女之间又有不一样 所以你要针对性别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针对身高 第二阶段呢 再针对男女不同 OK 那当然做法 不外乎就会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说 利用我们内建的那个公式产生 第二个也许就是 当然如果你要稍微快一点 如果你用原来这种输入公式产生结果的话 那当然你会需要思考该怎么做 不过你会发现答案在这里 等一下怎么做一下 各位可以试一下 那当然比较快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先把 做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意思是 按下它自动帮我产生 它有个清除 OK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类型 就是一个SARP 那这个SARP的话 基本上就是对应到一个按钮 可以把它按下去之后 它自动完成 或者第二种方法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那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会自动增加一个所谓的使用者定义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标准体重函数 那当然我是做了两个 一个是一般性的 不区分男女的 只有身高 一个是区分性别的 那比如说我今天用第二种按确定 那它会跟我要两个资料 一个是身高 一个是性别 那我做完之后按确定 它同样也会帮我把结果做出来 所以这个是VBA的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这要怎么做 所以等一下呢 请各位 稍微把这个范例打开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后面的流程是 一 把一般性的公式做完 二 把按钮做出来 其实VBA的第一种方式 SARP 再来如何产生一个什么 VBA的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 我觉得 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 其实很多 这个功能 或者很多的那个 你工作上面会遇到的问题 在插入函数里面 大部分都没有 那如果没有 你可能要自己在 用一些 可能下很多的公式 才能办法完成 但是如果你制定一个函数的话 它可以马上把你的问题给解决 所以至少我觉得你们要把那个 这个制定函数部分 至少要熟练 以后的话 很多问题 尽可能的都可以把一个函数给做出来 那问题就可以解决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第一阶段 讲完之后 那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会再来看有关那个 表单的设计 那其实表单 如果去设计表单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蛮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 其实资料处理上面的问题 都跟输入端很有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前端输入人员 资料乱输入 所以造成后面衍生性的问题 因为资料前面来的资料就错了 那后面呢 当然你要花更多时间呢 去做校对 还有去做什么修改 所以反而更 那当然最好是什么 在输入端 在还没输入资料之前呢 就先做预先的控管 那后面当然 你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 先把前面的那个函数啦 VBA部分大概先讲一下之后 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 表单的那个设计 那表单设计关联的 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库啦 那当然资料库目前 几个趋势 不外乎就是 直接干脆就把e-sale当资料库 那或者是说呢 外部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个 有assets资料库啦 当然也可以把资料汇整到 那个外部的资料库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是问题01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看一下 那个在我们范例档里面 在我们范例档里面 的这个问题01 把它打开来 范例里面问题01 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就会有相关的问题 请各位先把答案打开来 各位可以开启这个范例 问题01里面标准体重 上面会有一个什么公式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第一个是不区分男女的话 怎么做 试试看 再来第二个区分男女 那我刚讲过男生 标准体重乘上1.1 女生乘上1.05 那最后可能我需要做小数点四舍五路 到可能第一位或第二位了 那你在这地方可以 假设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完 那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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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